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我是聖志 過年快到囉 是不是很常在餐桌上面 都會有一條魚 今天會弄一個比較清爽的風味 來做這道五柳魚 第一步驟呢 我們先來做這個魚肉裡面的內餡 準備是這個嫩豆包 放到這個調理機裡面 金針菇 燙熟的這個馬鈴薯 一點點的糖 一些鹽 就放上調理機 來做打的動作 準備一張這個腐皮 麵糊呢先把它抹一層 海苔鋪上來 就可以把這個泥呢 把它倒進來 接縫的地方呢 我們用這個麵糊把它捲起來 就把這個魚呢 下鍋來炸 接下來我們炒這個料 那我們加入橄欖油 洋蔥呢我們先加下鍋來爆香 香菇 蒜頭 辣椒 青椒 還有木耳 跟筍絲都下下來 加一點點的鹽進來 接下來我要做這個五柳魚的這個醬喔 加入三大匙的 厚黑金醬油 醬油先讓它燒一下 裡面呢我們加一點點的糖進來 再加入一大匙的 蘋果醇 把它煮香 倒入大概五大匙的水 把這個水煮開 醬汁呢 做一個勾芡 就可以淋在這個魚上面 很快的就完成了這道 五柳魚 那在過年的期間呢 端上這道菜真的是 哇人家有真的是像昏的 厚黑金醬油 還有這個蘋果醇 把它煮成一個酸甜酸甜的像糖醋 但有點像紅燒的這個醬汁 可以去油解膩 這道菜呢 交給大家 喜歡的話 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